我们现在进到简报的20页之后呢 就请老师先注册账号 那麻烦老师注册OneNote的时候 请你用跟刚刚一样的 这个跟OHA云端教室相同的账号 如果您刚刚是用Google账号 就请用相同的学校的Google账号 因为同一个账号 它就会自动帮您做结合 不同账号就完全不相干 它没有办法直接设定 这个是目前它的一个限制 所以就请老师您进到这边之后 按会员登录 选择您刚刚使用的Google账号 直接进来 这样OK吗 麻烦大家先帮我注册一下 那当然其实OneNote也有访客 只是如果您要跟OHA这边做结合的话 必须是相同的 好那我这边先登录一下 给大家看 正常来讲您进入之后 如果不是在发现这里 就是在课程 就会是这个画面 好那已经完成了老师 已经登录到OneNote的老师 麻烦您帮我按个2 我就知道您已经完成了 OK应该大部分老师都进来了 好那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的话呢 我们有两个部分 先跟老师稍微介绍一下 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进哪一个单元 好我们先从上面看一下 您在上面这边所看到的 发现这一块就是所谓公开的 那发现里面呢会有三个 单元就是单一个教材 就是等于说我们一个档案这样子 那课程呢就是由多个教材所组合起来的 比如说我是国语课 我是美语课 可能数学课 那我里面可能就有很多的教材 那群组的部分 就是班级的概念 其实就等同我们刚刚的欧海人教师那个概念 做班级经理的 你会出现在发现就是这些就是公开的 也就是呢 您增加了不管是单元课程群组 别人都可以看到 那在左手边这两个课程或者是群组 就是您自己建立的 或是怎么样 加入别人的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有加入欧海人教室啦 对不对 那这个呢就会类似这样的概念 它是属于教室 那我们在群组就是教室 所以就会出现在这边 那因为现在大家呢都是空的嘛 所以里面你看到就是像这样子 这个部分先跟老师简介一下 它的操作就这么简单而已 好 那么我们回到简报这边 我这里呢跟老师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目前您 OHA云端教室跟OneNote的结合呢 有两种方式 那一种呢是免费的 一种就是OneNote的付费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左手边 就是免费的方案 也就是说你的OHA云端教室 来结合OneNote的课程 那这一块呢就几乎是没什么限制 也就是说呢你今天OHA云端教室 我只要跟OneNote的账号是相同一个 那么你在这边所建立的这些课程的内容 那些教材 通通通都可以用 而且没有需要付费 那反过来说 我们刚刚免费的是以OHA云端教室为主 那如果呢 以我的情况 我就是选择右手边的 也就是说我 事实上是以OneNote的群组为主 然后呢这个群组 我的教材我放在这边 来这边跟同学做互动 可是呢我需要一些 就是即时的 跟同学的互动 我就从OneNote的群组里面 他的教室里面 直接打开OHA云端教室 那这两个的借接 他就是属于OneNote付费的方案 我知道现在这样讲 可能大家还会有点搞不清楚 因为群组跟课程还分不清嘛 但是你先知道 有一个是免费的管道 一个是付费的管道 只是看你以哪一个为主 如果你觉得 我就以OHA教室为主的 那我们当然就用这个好 那如果你要以OneNote群组为主的 OHA云端教室 在你建立的OneNote的群组之后 就会自动把你建起来 好这个是他两个不一样的这个地方 好那么现在呢 大家已经知道了 就是他的一个界面之后 我们现在就准备来建立自己的课程 我们走免费通关的这一边 好那现在您看 我们回到您的OneNote这边 您点到课程 上面这里 好这个课程 这里是不是有个建立 你可以从这边也可以从右上角都可以 好那按下之后 一样的老师就把今天的 好就你可以自己建一个自己的课程名称 然后按下建立 这样一个课程就建立起来 好那如果说呢 您觉得我的这个名称 嗯刚刚讲错了 因为今天是21号不是20号 哈哈哈哈 还有我的这张图 我不满意 没有关系 您都可以进到这个设定这里 好进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去改 好你看我把它按下去 好今天是21号老师你少过一天了 好存起来 记得每一个这个改完了都要按下储存 就基本设定是归基本设定图片归图片 那图片呢它预设 有好像是24620张 你可以自己选 也可以就是自己上传 它的图档大小就200层200像素 好这个都OK 你看按下储存 这样就好了 你就可以从上面再回来 那OneNote的这个课程 它比较特别 它可以做共编 您可以从这个地方 把共编的老师一起 email打进来 那他就同时拥有这个 他也可以编辑 其实我们欧海远端教室也有 好刚刚没有跟大家介绍到这个 来我跟大家补充一下 这个也是后来增加的 就是说万一你的这个课 我可能老师会不小心可能有请假 对不对要找代课 可是你又不方便给他你的这个Google账号 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一样是快速教室这里 快速教室这边 你把它按一下 有没有发现 除了上面的 我们刚刚有看到的 包括的名称啊 代码 往下有没有加入协同教师 好那这个时候呢 那位老师就可以用他自己的账号去做登录 像我下面这边就有 那个花莲的那个 阿亮校长 好我就把它加进来 因为我那时候 就是 早上的课 因为我赶不到花莲 所以我就请校长帮我 代课 所以他就用他的账号 就可以直接进来 不需要我给他我的那个Google账号 好这个是在欧凯登教室 后来新增的功能 那我们OneNote这边 刚刚提到的这个教材 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 很多都有不同领域的那个共编的老师嘛 那您就可以这样一起 大家进来编辑 就不用说 一定要每一个人自己做一个 好大家一起编辑 这样也很方便 好这是第一个 我们进来之后在OneNote里面 您课程的一个基本设定 那我们请老师呢 您先帮我设置一下 好吧先加一个 好那待会呢 这个主题呢 就是我们的资料奖的概念 也就是说你平常如果习惯 把这个文件啊 放在您的桌面 或是你随身碟的根目录下面 以后就很难找 对不对 有没有老师桌面有满出来过的 应该有吧 我承认我有 所以我通常现在资料 我还是一部分放桌面 但是就是我还是会把它整理一下 云端硬碟一样 都要整理 所以呢我们这个主题就是资料奖的概念 那您可以从这边 您可以选择 比如说你是根据第一课第二课这样的进度 或者是呢 您想要就是叫做用科别还是主题去分类都没有关系 比如说这是第一堂课程进度 类似像这样 好就把它存稿 再来增加第二堂的 好那我再增加比如说这里可能有数学的 那也许您还有补充资料的 您就像这样把它加进来 至少至少要一个 那顺序的部分呢 您可以透过前面这个 好把它直接拖曳 这样就OK咯 就可以马上改变它的排序 所以我们请老师呢 花一两分钟的时间 先帮我们先把课程跟主题先建立一下 好主题至少要有一个哦 OK 这样老师应该大致上都有建好了哦 有没有老师您在操作上有问题的 有吗 我们简报第一页 有准备白板吗 好像还没有老师有用到哦 有哦 有老师已经在旁边偷偷帮我放了 在这里在这里 有老师有偷偷 丢那个五个W的那个饭本进来 好没有关系 这个OK的 好这样子 就其实CAMMA的白板还蛮好用的哦 如果老师有机会 再来体验一下 OK那老师呢 您建立好了之后 好这个在我们简报的25页 我们现在有了主题 我们就可以来加教材哦 那么以大家最常用的 因为现在老师上课最常用的 就是会有YouTube的影音教材 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看看哦 在OneNote里面要加影音教材 真的是非常方便 老师可以思考一下 你以前要把一段YouTube影片 好在就是呃这个 记录起来 好变成您的教材 你会怎么做哦 那你看我 就拿我自己的影片来好了 好比如说嗯这个是昨天晚上的 好我就把它点下去 如果我要这一段影片 当成我的教材 老师有没有想过 你平常都怎么做 第一个 我网址是一定要的嘛 对不对 这个没有问题 好 网址我要把它记录起来 第二个 我的影片的标题 可能也要记录起来 那比较认真的老师 还会把我们的画面再怎么样 再把它抓下来 好 甚至呢 有些影片在下方这边 是不是会有一些说明 对不对 你可能还要记录起来 好 那这样子你要花的时间 真的比较多 那我们呢 在OneNote里面 说真的 OneNote整个平台 教材最多的 就是影片 它只要一个网址就可以搞定了 好 所以我只要把这个网址 把它复制起来 好 那我们回到 刚刚的这个教材里面 假设这是属于补充资料 你看 我从刚刚我们的主题 旁边这边按个加号 新增 你看 它的类型有很多 有没有跟我们刚刚 用欧海云端教室不一样 欧海云端教室的 那个快问快答 只有两种 单选题跟什么 问答题 可是这边有很多 包括教材的类型跟 这个 问问题的类型都比较多 好 那老师呢 千万不要再打字 好吗 OneNote舍不得你打字 你只要确认好你这影片 直接存成草稿就好了 您可以找到这个位置 有没有 影片的网址 把它贴进来 有没有不小心 影片的题目标题就抓到了 你来这里把它点一下 因为它还是要你确认一下 这样就上去了 第二个 老师每一段影片 都要给同学看完整了吗 你看我这一段 讲的有点长 因为这个也是线上课程 昨天晚上的 所以我不可能给你看一个小时 这样我们早就下课了 而且我的重点可能就在中间这一段而已 你看OneNote可以直接指定 播放的起气点 它就会自动从 这个地方开始播放 到这个地方就自动停止 那请问我可不可以再看一下前面 再看一下后面 当然可以啊 你可以自己再去移动那个时间轴 你还是可以看 只是它预设 会自动从这个地方开始播 到这边就停止 所以老师就不用特别记得 哪一段影片我要记得看 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 不用 真的很方便 所以你看 假设我这一段 我就是要从10分钟好了 你就自己拉动一下 过头过头 差不多这里 那我想要看到 21分钟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就可以把它存成草稿 OK 你看 这样就抓进来了 有没有 缩图也帮你完成了 那你的标题也进来了 那刚刚忘记讲 单元说明 也自动把你抓到了 有没有一个网址就搞定了 因为老师要记录这种影音的教材 以前都比较辛苦 要 可能你自己会 开一个 或者是Google文件 然后就慢慢的 这样记下来 但是在这边就不用那么麻烦 你看就这样丢进去就好 尤其是他也可以指定播放的起气点 其实这个就非常重要 对不对 事实上 OneNote资源的这个影片 他有这几个网站都有 你看 有没有 他接受这些来源 包括YouTube Mimeo 甚至Office也有一个叫Office Mix 这个我觉得我比较没有用 另外呢 如果你是直接网络上的MP3 或者MP4 也都可以直接进来 那你都可以像这样直接指定他的起气时间 就很方便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那你看缩图在这边其实也可以看到 我就按纯层草稿就好了 这样有没有简单 有简单的帮我按个爱心吧 真的OK 其实真的还蛮快的 因为跟老师 以前的做法比起来方便很多 而且像这种你要找都很方便 但是我必须跟老师讲一下 这个是OneNote里面最慢的一种 好吗 最慢的 真的真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更快的 好 OK 来我们看一下这里 好 那什么叫更快的 老师应该有看过那个 我回头一下 好 老师应该有用过播放清单吧 有没有 来我把我的播放清单先给大家一下 如果你临时找不到 我的先借你 好 那播放清单 在YouTube里面 我们是有两种选择 一种就是说 这个播放清单 你可以自己做 也就是说我自己建立 好 然后我把我要的影片呢 就加进了 第二种方式 我也可以怎么样 把别人的 别人的播放清单 我就直接存起来 就变我们家的 那 我就可以 直接用他的这个内容 不管你有哪一种都可以 那如果呢老师想要测试看看 你就是进到我刚刚传给各位的 我YouTube频道上的播放清单 重点是我要请大家拿这个 也就是说请你打开这个地方的网址 你不要直接在上面点下去 因为你从上面直接点下去的 你只会怎么样 播放其中第一部影片而已 好 这样就不是我们要的 这样OK吗 可以 你看我们那个前两个礼拜 我们暑假的营队 小朋友的好吗 已经在上AI的 上了五天 OK 来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我要哪一个 有公开的 有公开的 我怎么这么巧 这边都是没有公开的 好啦随便抓一个 那我就找这个 你看查看完整清单 有没有 因为我平常习惯的话 我们今天有录影啦 我会像这样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好 然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这个清单里面是有13个 一样的 麻烦你帮我把上面的网址 把它复制起来 我们刚刚讲 一段一段影片加进去 是OneNote里面最慢的 那当然要看快一点的 所以我们来这边 好来这里 这时候我要加就不一样了 你看我从这里加 我不是新增单元的 而是什么 YouTube播放清单 有看到的 那我把它点下去 请你把网址贴进来 有没有全部找到了 那您就自己看 我拿几部影片 想要放进来 所以我刚刚讲过 不管是你自己的 还是别人帮你整理的 通通都可以 我就按个加入 有没有一次就进来了 所以现在不是教材找不到 是教材太多 所以老师要怎么样去 快速的整理你的教材 变成是你的 需要做的功课 有没有这个方式比第一个方法快很多 所以如果你平常就有做一些整理的 甚至整理在这个YouTube频道上的 那是最方便的 我就一丢就全部进来了 你就不用像我刚刚这样在YouTube频道啊 再慢慢找 是不是还是很麻烦 好 你就可以像这样很快速的 就找到你要的教材 那你在针对 每一个教材里面 你点进来 他的起气时间 再去做一个整理 这样了解吗 有老师举手 哲伟老师 请说 老师什么时候可以下线 我们的课程时间应该是到四点半 那我大概会再讲十分钟左右 我们二十分以后就是开放 大家的自由问答这样子 因为他这个延期A2的 他一定要有三个小时 对对不好意思 好 那这个单元的部分 如果说你这个教材 我不要了 你一样按编辑 在下面这边 有没有就一个删除 通常删除因为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就是会放在比较隐藏的地方 那刚刚有老师有提到 这个这种方式会不会有影 YouTube的广告 还是会啊 因为他跟那个没有关系 那如果呢 老师你担心 不管是YouTube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 就是来自网页的内容会有广告 你可以搭配一个东西 好 来我给各位看一下 在我的部落格上 我有介绍一个 党广告的 这个并不是最新的 他叫做AD Vlog 在这里 我把这篇文章呢 也分享给大家 我把它放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 您可以参考 因为其实说真的 除了YouTube影片有广告 有没有很多网页上都有广告 但是广告 有点麻烦 对吧 好我们 用这个 可以帮您挡掉大部分的广告 当然我在我的文章上面 我还有分享一个 就是手机上的 手机上的 其实因为大家现在用手机 有没有 比用电脑时间还多 所以手机上的 其实也有一些 党广告的方式这样子 好 那 不管是用这个 还是用 另外的 你都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 像我这里就有 你看我的上方这边 在这里 你们这样看不到 在这里 有没有一个手 红色的手 这个就是AD block AD block 所以呢 我有装了之后呢 它就自动帮我挡 你看这个网页上 有三个广告就被我挡掉了 OK 那么它是一个浏览器的扩充工具 所以不管呢 你是用 哪一个浏览器 你自己去选择 你是用哪一个 因为大部分大家可能都是用Google科目 比较多嘛 或者现在有些人也许会用 微软的edge 你都可以取得 那它就可以帮你装进去 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可以挡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一般网页的 那一个呢 是YouTube上的 不过 最近 因为YouTube也发现了 这样 挡人财务 所以呢 所以呢它也有特别针对 这种挡广告的软体 YouTube呢 最近已经在测试了 就是它会显示 要看广告 还是要看 还是不要看广告 你若选择不要看广告 可以 YouTube不让你看 但是目前啊 它还没有到强制 推到一般的用户上 所以 现在这个方式都还有用 也就是说呢 您在播放这个影片的时候 它在 播放广告的那几秒钟 你会发现 其实你的影片是还没有播 也就是你不会看到 不会看到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减少 因为有些时候 有些广告说真的不太适合啦 那你又在教学现场又出现 除非老师 你有买那个YouTube付费的吗 订阅的 因为说真的 广告也不是只有YouTube有啊 你有如果有其他的影片 或是其他的网站 你要介绍 也来一个广告 你买得完吗 买不完 对不对 那我们就借助ADblock 虽然不能保证 百分之百都可以挡掉 但是至少 超过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这些广告都会被挡掉 好 这样你就减少了这些干扰 OK 好 这个我们就 武冲跟老师介绍一下 希望大家都可以像我部落格文章上讲到的那样 可以减少 就是大家这个受到广告的干扰 好 这样子老师对于加入YouTube的教材 有没有信心的 真的很简单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啊 很重要的 我们刚刚不是有在影片面出题吗 如果你想要出题怎么办 哎 哎当然啊 要在影片面出题啊 这样比较好玩啊 对吧 好 来你就找 老师呢 你只要找到任一个按下编辑 好 有没有看到 在这里有一个叫题目 按下去 好 那你就可以从右手边这边 就可以找到 这里有一个叫新增题目 那您的题目呢 在这里 好 它有一个编辑器可以使用 然后题目要出现在第几分第几秒 你都可以自己决定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我们来出这个文字型的 选择题 好 那因为我影片是出现在十分钟以后嘛 这个老师稍微注意一下 它前面是十分秒 好 所以呢 这个我的影片是从十分钟以后才出现的 老师千万不要射到五分钟啊 九分钟 好 假设我在十五分的时候要出现这个题目 OK 那我们这边呢 有分两种 就是你的选择题可以是单选 也可以是复选 OK 你的选项就在这边 不够的就从这边加 好 那你看哦 我就比如说我有A选项 我有B选项 有C选项 那右手边 如果你只有一个是正确答案 那就是单选题 如果你有两个 它就会变成复选题 这样大概了解意思 好 那好了 我就可以按存档 这样第一题就好了 那一个影片里面可以出多少题 由老师自己决定哦 对不对 但是通常我会在三题内 因为呢 同学会告诉你 我想好好看影片 老师可以不要再暂停了吗 好 那你看这刚刚的 这个是选择题 好 来我们看一下 文字型的 的问答题 好 那既然是问答题 一样 选定好 你要出现的时间 问答题就表示 你不要有选项就好了 那当然也不会有标准答案 就这样 好 两题咯 那我再增加一题 诶 除了用文字以外 可不可以把 网络上的影片 网络上的文章 或者是甚至 老师如果是音听的 我可不可以放MP3进来 都可以 好 所以呢 您可以看到 我们在网页上有这种 有没有 这个 叫做砍入啦 那我们给老师看一下 如果呢 你到这一题 我想要问同学一个 好 比如说这个 好 像这样子 我点进来 这一段影片 平常老师在 复制那个YouTube影片网址 可能都是直接上面 对不对 可是你看哦 他在分享这边 有没有有一个 看起来很像的 好 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叫做砍入 迁入 就是这个网址 所以呢 你点到之后 你可以把这个网址 复制起来 我们就可以拿到 刚刚的这边来 但是你要点进去里面 有没有 点到里面 把它贴上 离开 所以可不可以用影片问同学 可以啊 你看这个 影片之后 那到这个时间点 我用影片来问你 也可以 对不对 你可以像这样 那或者是 你可以把Google地图啦 很多网站 包括Canva也有哦 Canva也有 所以如果老师你 你的这个Canva的内容 想要把它砍入到这边来 欢迎你 你就是像这样去使用 你看我这里 分享 更多 有没有 这里有一个叫砍入 迁入 我们要的 就是 下面这个网 上面这个网址 你就复制这个 哎 这样就好了 那你看 我在这里 我把这里换掉一下 记得再把它切换回来 有没有 我们的白板就进来了 这样您大概了解意思了 所以 很多方式您都可以用 那甚至呢 包括如果您的内容 想要来自您云端硬碟的 我们也可以从您的云端硬碟 点一下 然后去把它载进来 好那这个我就今天 因为时间差不多了 我就先暂时不讲 好 我就把它存起来 最后 我这里出了三题 对不对 然后在最下面这里 要记得存档哦 存成草稿 所以 刚老师 您的 教材 已经都准备好了 你还插最后 灵门一脚 哪一脚 就是右上脚 这个发布 您未来 如果说 你有在新增 或者有做任何的修改 或删除 记得 一定要再做一个 发布的动作 你看我把它做一个发布 那在这边 他就会问你 请问你要不要公开 如果你有公开 就会再发现这边 别人就可以看到 这个 每一次都可以改 您可以自由选择 那我这边就先设为不公开 按发布 那这样呢 您的教材就准备好了 就准备好了 最后 我们就可以回到哪里 回到您的OHA云端教室 来您看 我回到我们的OHA云端教室 好 只要 再强调一下 只要老师 您的账号 两个 两个平台都用相同的 您从下面这里 数位教材 按下去 您就可以从这个地方 去找到 您自己建立的教材 好 像我们在这边 有没有 您自己建立的教材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您订阅别的教材 好 以我来讲 我在这边 我另外准备的话 点进来 我就看到了 有没有 在这边 我的问题 我的教材 就会在这边出现 那您要留意一下 就是 在这边 这里可以按 这里可以按 这里也可以按 有没有 两个地方是都可以按的 那 像我们在OHA云端教室 它有支援 刚刚one note教材里面的投票 问答 我再找一下影片题 在这里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 我把它按下去 它就会在one note里面打开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受到什么 one note我们刚刚的那些限定 比如说我的影片是出在第几分第几秒 它到那个时间点就会自动跳出来 把影片先暂停 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后面稍微比较快速的 把这个流程 跟大家说明一下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one note呢 你做完了 就把这些教材加进来之后 再次提醒大家 发布这个动作 一定不可少 反正这就是你的签名概章 这样了解了 OK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内容 我就上到这边 好 那我们大概留几分钟 给大家看看 有没有老师有什么问题 好 我们有一个那个回馈单 要麻烦大家帮忙填写一下 有没有老师有什么问题 没关系 这个部分老师可能就是 因为现在还在 这个暑假期间嘛 所以有机会 老师可以自己先稍微试看看 那one note呢 跟欧海南教室都可以独立使用 他也可以像这样 把他结合在一起 就看老师想要用的一个情况 这样子 有没有 好 那就是麻烦大家要记得 帮我们填一下问卷 好 那么以后呢 如果老师您在使用one note上 有任何的问题 也欢迎你可以到我的部落格 或者youtube频道上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都有我的那个email的联络方式 所以您可以从这里 就可以跟我联络 好吧 那也欢迎你到我的部落格 跟youtube频道上 关注一下 反正还是会有一些新的资讯 跟大家分享 对 尤其这边我补充一下好了 尤其很多老师有在用one 那个canva的 有没有 这个你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他最近的这个教育政策 有一点改变 好 所以如果老师你之前 是用canva去开教室 邀请学生进来的 很抱歉 现在你可能没办法用这个功能 现在你只能开团队 但是开团队之后 他学生呢 加入教室 他就不会拥有 跟您一样有1TB的空间 还有那些pro的功能 这个要稍微请老师注意一下 如果你已经旧的 你已经有开设的教室是不受影响 但是就是现在没有办法开新的 就是不溯及既往 如果老师您就是有在用canva的 要稍微留意一下 当然对老师自己的使用是没有影响 自己本身的使用没有差 但是邀请同学这一块就有差 那我在这个文章的后半段呢 也有分享一些 他一些pro功能 可能你可以找到的一些替代的方案 虽然没有办法百分之百 但是至少就是可以弥补一下 也可以让大家就是 可以尽量达到差不多的功能 OK 有没有老师这样还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就真的到这边哦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我们今天的上段录影片 我们今天的上段录影片放在简报的第一页 放在简报的第一页 可以下线哦 可以 我们今天的上段录影片放在简报的第一页 所以如果老师有需要再复习的话 欢迎你再从那边打开 拜拜